8月的霍林国乐绿草如荫生机勃勃 在国家电头内蒙古公司的白银华路天矿区里 一辆辆无人驾驶矿卡正在财场道路上稳健行驶 眼前的这些庞然大物十分敏捷 然而看向车辆的驾驶室里面却空无一人 难道说一座矿场现在也能迈入无人画廊 本期影片就跟随小编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这座惊人的智能矿场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资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画面中记者随车行驶在国家电头 内蒙古公司白英华路天矿的采煤作业区域 只见宽阔整洁的矿道上 一辆辆无人驾驶宽体自卸车缓缓驶来 这些车辆满载煤炭 并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土研运输工作 这些无人驾驶宽体自卸车可不容小觑 它们高4.5米长10.8米 堪称一辆辆巨瘦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在作业时每个动作都感情利落 起步 加速 转弯 避障 停车 卸载 仪器合成 旁人巨瘦就这样与小桥拟结挂上了钩 在距离矿区5公里之外的白英华路天矿无人驾驶 调度指挥中心三名技术人员正通过屏幕实时监控无人驾驶 矿卡的运行状况并发出指令 在这里工作人员实现了发车 装车 运输等作业现场的无人化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无人驾驶的远程操控舱 酷似电丸城里的赛车模拟器 在操作舱的大屏上 生产现场的无人矿用卡车运行状态 以阵列式分布 操作员能直观地看到车辆的行驶数据 作业任务 行车路线 故障告警等实时信息 还能观察到普通驾驶室内部分视野盲区内的情况 这样一来 当无人驾驶系统出现故障时 工作人员就能快速精准接管操作车辆 从而减少应急接管时间 提升无人驾驶效率 白银华路天矿机电副矿长孙中飞介绍道 如今 矿区应用了无人驾驶技术 曾经 那些复杂的运输 卸车程序 在调度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只需轻轻敲几下电脑键盘 就能轻松搞定 现场除了几名负责运维的工作人员之外 基本上无需人工介入 这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 也极大的减少了安全隐患 作为对比 在过去无人驾驶技术尚未运用的时候 白银华路天矿的运营总被诸多棘手的难题困扰 那时 矿场作业条件深受气候因素影响 矿区环境复杂多变 工人的作业强度大且危险性高 同时 矿卡司机的用工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 矿区运营安全亟待提升 有在矿区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员工回忆说 每年一到冬天 作业环境就变得十分艰苦 卡车也常常出现机械性故障 这就导致整体工作效率不高 正因如此 很多露天煤矿都迫切需要一场智能化 无人化的升级改造 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煤矿向安全高效智能化开采 加速转型 创建本质安全型矿场 目前 白银华路天矿已实现25台65吨级宽体运输车 全天候无人驾驶稳定运行和有人无人混编作业 平均效率达到了同期有人驾驶效率的92%以上 白银华路天矿生产副矿长滕瑞雪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是在高峰期 我们最多会投入35台无人宽体运输车 占到了矿场总车辆的65%左右 减少了宽体运输车司机110人 真正实现了露天煤矿 少人则安 无人则安的目标 一位现场工作人员也自豪地说 有了无人驾驶矿车 工人们再也不用长时间驾驶到夜班了 不仅有效降低了疲劳驾驶和误操作的风险 也大大节省了劳动力 矿山运输也更加安全了 据悉 为了让卡车更好地适应矿场工作环境 研发人员还对这批卡车的智能系统进行了多次迭代升级 最初的无人驾驶1.0版 每辆车并非是智能的 需要系统告知路径 行驶时间和停车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车辆的运行速度和效率都相对较低 而如今 这些车辆已经能实现智能的车 协同的云 也就是说 每辆卡车都能够自主决策 相互交互协同 矿场工程项目管理部主任朱鸿成解释说 曾经我们都称无人驾驶为聪明的云 傻瓜的车 因为云端对车辆操作的影响太大了 云端一旦出现问题 车辆基本就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与我们提高矿山安全水平和生产效率的目标背道而驰 为了进一步提高无人驾驶状态下的生产效率 摆脱对云端技术的高度依赖 该矿搭载了业内首发的无人驾驶新能源限控平台 玉石平台 玉石清云端而重车端 弱化了网络对无人驾驶的制约影响 进一步支持大规模车辆的集群调度 可实现百台车以上大规模智能统筹调度 装卸实时动态均衡分配 让装载运输过程更加科学高效 提高运输效率 除此之外 为了保障车辆健康 矿场还为每台车都配备了设备健康监测系统 让车辆能做到自我故障分析 这一系统能够覆盖超90%的各类故障问题 并能通过自行分析原因 实现自我修复调解 而对于类似机械类故障等超出调解能力的问题 设备也能够第一时间反馈给云端平台 从而进行人工介入 车辆真正做到了独立思考 据公开资料显示 作为中国首次在复杂结构煤层上线应用的 陆天矿宽体自卸车5G加无人驾驶项目 截至7月底 白银华陆天矿无人驾驶编组运煤量 已经累计突破了300万吨 为中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陆天矿多煤层稳定运输作业的成功经验 据悉 国家电头内蒙古公司的探索还远不止无人驾驶 地煤销售无人职守 煤仓智能清理机器人 电产远程控制 推土机远程操控 编坡重点区域雷达 电子围栏 一张由高科技机器人组成的大网 正在覆盖内蒙古公司的两地无矿 一个崭新的安全 智能绿色高效矿山已然运入眼前 如今无人化浪潮来势汹汹 智能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事 小编深入查阅资料也发现 在国家电头内蒙古公司旗下的众多产业领域中 不仅无人卡车得到了广泛应用 还有诸多智慧技术 也已经在实践中落地生根 目光转向该公司的一家发电厂 登上电厂的79号风机管理台 放眼望去广袤的草原之上 一台台风力发电机蔚然淋漓 而在管理台上耸立的百米高的风机塔桶壁上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 一台机器人正在徐徐向上攀爬 该电厂的运行副总工程师杨坤介绍道 这款塔机器人是我们电力分公司和上海成涛院联合设计研发的一款机器人 它的主要功能是塔桶焊缝的检测 漆面的打磨和补漆 还能清洗脏污的塔桶 爬塔机器人的使用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 提升了人员的安全性 走进偌大的新能源厂战及控室 我们能看到仅有的三名值班人员正在智慧风扬平台系统终端前 监视着设备运转情况 据介绍 该厂战运用的智慧风扬系统涵盖了九大模块 87项具体功能 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厂战运营的全方位 全过程 同时通过应用智能爬塔机器人和生压战巡检机器人等技术产品 真正实现了新能源厂战的少人值班和无人职守 接着前往国家电头内蒙古公司旗下的一家铝电公司 在电解铝生产车间可以看到 一台台银色的电解槽整齐排列十分壮观 打开电解槽的门 火红的电解质溶液正在不断的翻滚 电解质的下方便是高达900多摄氏度的铝水 正通过真空台包从电解槽内抽出送往铸造车间 在现场 厂长高涛介绍说 我们的电解厂里有284台电解槽 一年能生产22万吨铝液 生产的时候用的是熔岩电解法 电解的温度大概在950摄氏度上下 把铝液吸出来后 我们就会把它送到铸造分厂去铸造 或者卖给铝后加工的企业 再进行加工 而在铸造分厂 我们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的智慧无人生产 在这家公司的铸造分厂画面中可以看到 作为中国首套铝铸造自动化生产线 打扎 铸钉 马舵 打包 称重等环节都是由智慧机器人操作完成 真正实现了智慧无人安全生产 铸造分厂成为了公司智能制造的先行者 经过几年的努力 我们将原有生产设备升级改造成了 行业内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生产线 目前已经实现了台包自动清翻 机器人打扎 注目自动预热 机器人马舵自动打包 在线剪金 自动转运 铝扎会处理 等全工具自动化 铸造分厂副厂长车林自豪的表示 在未来他们有信心 最终实现黑灯流水线 或准黑灯流水线的终极目标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